宋朝距离我们今天差不多一千年 正如汉朝距离宋朝也是一千年 对宋朝人来说 先秦两汉也是遥远的古代了 所以宋人也面临着怎么去认识古代 怎么研究古代的问题 宋代就有很多博古通经的全才士的人物 沈阔就是其中之一 沈阔在海州见到过一件奴基 他有着长长的望山 也就是瞄准器 而瞄准器上还有刻度 宋代是只用弓箭不用奴基的 所以宋阔他也需要去研究 推断这个刻度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而宋阔的推断 已经很符合现在的学者观点了 是的 宋代开启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 当然在当时这门学问叫做金石学 对宋代人来说 很多东西已经不那么神秘 例如宋阔自己就提到 月球本身不发光 是太阳光照到月球上 才呈现出月貌的 而潮汐也是月亮的隐匿造成的 沈阔甚至提到太阳是气态的球体 有形而无知 而不仅太阳月亮不神秘 作为人间日月 也就是天子的皇帝也并不神秘 宋代有不少士大夫提出 皇帝也是人 是人就会犯错误嘛 当然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期继续去深入地去讲 因为杂纲而人人皆知的司马光 在他写的资质通鉴中 就干脆全部删除了像汉高祖斩赤蛇 隋文帝出身 神龙幻化等等 这些跟皇帝有关的怪念乱神的东西 所以类同胡兰等学者认为 宋代迎来了人文主义的一次复兴 宋代已经迈入了近代 大家好 我是老森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在崖山之后吴中华的结束片之前 老森觉得有必要先详细地介绍一下 宋代的社会情况 宋代的商业情况 一般认为考古学的出现 是一个国家向近代迈进的标志之一 而当代考古学的前身 正是发起于宋代的金石学 金就是青铜器和青铜器上的名文 古人为了文字资料的永久保存 而把文字刻到青铜器 刻到石碑石壁上 不过在北宋之前 青铜名文这类文献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金石学是直到宋代金石学才开始创立 并且在宋代就达到了成熟 看过《红楼梦》《妙语奉茶》这一回的人 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多个生辟字 像斑这个字电脑上甚至打不出来 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正是宋人发明的 当然严格说有些也并非是宋人自创 因为宋人是根据文物上 自己记载的名字来命名的 所以这是宋人的厉害之处 我们不能因为宋人是古人 就想当然地认为 他们也就应该认得青铜器上的名文 其实他们也需要做很多功课和考证 有些破解不了的文字 他们恐怕也只能去猜 自己提出设想再去验证 这有点像前面提到的沈阔 他自己对奴基的瞄准器的原理 做了一番考证 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当然他最后也去做了验证 这些考证恐怕在一些人眼中是无用之学 毕竟这些东西早就不用了 早就灭绝了 甚至有些字都不用了 你还去研究这些干什么呢 不过宋代的知识分子 偏偏要去研究这些东西 这种考古的风气是很普遍的 并不是说某位学者这么做 而是漫步整个知识界 就算是皇帝和宰相也这么做 例如中国金石学的奠基之作 正是欧阳修写的《几古录》 欧阳修不仅是诗人 也是宰相 用现在的话来说 既是文人又是文学家 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 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几古录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 上自周穆王下期五代 对这一千多件金石名课进行考证记录 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宋代那时候没有碳14测定法 没有计算机 没有检索系统 但他们却凭借着认真的态度 去考究文物的制造年代 出土年代和真伪 而学问和学问又是相联系的 也就是说无用之学 其实也是有用之学 例如欧阳修通过考察文物的真伪 进而把这些发现 用到自己撰写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上 他对传统史书中的一些缺漏 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这也正如我们今天 从某个墓葬中 发现某些珍贵文物 进而改写 我们对某个历史事件 或者历史人物的看法一样 考虑到老僧频道 致力于用轻松姿势长点知识 这里就加入一个小知识 李白的著名的那首诗 靖夜思 原文其实是 床前看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 低头四故乡 这个发现 是因为在日本 发现了唐代的版本 唐代的版本 比我们明清时期 印刷的版本要早 额外说一句 这首诗中的床 也并不是我们现在睡觉的床 而是水井的栏杆 从汉到唐 井上往往围着高高的栏杆 唐代人把它叫做床 狼骑竹马来绕床 弄青梅 是说绕着院子中的水井在玩耍 而不是绕着自己睡的床来玩耍 而李白的床前看月光 李白是坐在院子中去看月亮的 另外说下 唐代的卧室 窗户也很小 坐在卧室之内去看月亮 大概是看不到的 回到主题 我们说宋代的现代性 宋代盛行收藏古物的风气 像开封的向国寺 当时已经是最大的古玩市场了 从达官贵人到普通百姓 他们都在收集前朝文物 这也是为什么宋代要逆法规范 找到了文物应该归属于谁 比如在官地之内 如果发现了一般的文物 比如说唐代的三彩祠 五代的铜镜 这些都要统统归发现者所有 既然有这样的风气 这就不难理解 有许多墓葬被盗挖的现象 在金钱驱动之下 这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样也可以理解 宋代也出现了假文物 假古董的事情 其实在宋代猪肉注水 药材餐甲 伪造合同等等 还有仙人跳等等诈骗 在宋代都出现了 这当然是宋代社会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 但它反过来也证明 宋代的近代化 证明着宋代的商品经济的发达 回到主题 宋代已经有了古玩市场 所以李亲赵和他的丈夫赵明成 两人的一大爱好 就是去市场搜集杯铁 回了家 两人一起鉴赏研究杯铁 穷玩车付完表 在宋代 富人大概也是玩杯铁的 因为玩杯铁也费钱 而为了省钱买杯铁 夫妻两人宁肯食不吃两样荤 衣不穿两件仇 头不带珍珠翡翠 事不治涂金绣花之物 省吃俭用 也要存钱 而有时候他们去街市上 带的钱不够 就干脆直接去点档铺 脱衣点压 也要来购买杯铁 而这样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李亲赵夫妇准备效仿欧阳修 也来出版自己的考古成果 不过此时金兵轻送 他们来不及出版金石录 就得全家仓促难逃 在投乱的过程中 照明成染病身亡 而两人搜集到的金石器物 又全部丢失 索性两人合注的手稿还在 等到政局稳定之后 李亲赵在宁安整你手稿 在王夫和王国双重痛苦之中 出版了宋代金石学 另一句著金石录 在金兵入侵 士大夫向南方逃乱的过程中 金石古物这些英文难以携带 也几乎全部散落于世 而宋朝廷当时为了稳定经济 也把不少青铜器融住成钱币 到了南宋 因为在南宋境内 金石器物相对不多了 缺乏足够的食物材料 所以南宋的金石学 转为了以文字考证为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宋代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元明清以来的很多方面 很多制度 其实是宋确立的 例如文庙的礼器 这其实是宋人的创造 从上古三代开始 中国的逆朝国君都要既设计 那么祭祀用的器物 穿着音乐 这一套拟制在春秋战国的剧烈动荡之中 其实已经消失了 等汉朝确立 汉朝人也想恢复他们的组织 恢复这古代的拟 但他们的恢复并不彻底 并不准确 而这是研究金石学的欧阳修和省阔的人说的 所以到了宋徽宗正和年间 别住新器 也就是按照宋人的考古成果 来重新铸造拟器 而这套拟器 也就被后世的朝代 袁明清等来研习 影片的最后 额外放一段 韩国所复原的明代的宗庙祭拟 以上就是本期全面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宋代的考古学呢 用轻松的姿势 长点知识 我是劳森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